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群众参与投票 匆匆淘汰 起开双方能否约会 你好 宝贝宝贝 谁漂亮多谁 全国唯一一个冰浪产业职就在这里 国际长寿论坛永久落湖地也在这里 这里是海南佛教发祥地 这里有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的金皮林 这里充满异国情调 人们戏称这里是小联合国 这里就是南药之乡 温泉之乡 中国冲浪圣地 海南省万宁市 通过海巷报名 今天向一位一位从小山区走出来的音乐女硕士 在当地挑选了四位很特别的小伙子 通过盲选箱子话题 每轮淘汰 最后共同决定是否牵手 好戏现在上演 海南万宁的不老乡亲们你们好吗 欢迎进入双虎加斯名品冠名播出的乡亲栏目 我是主持人萧东坡 今天呢 我们要在这里啊 帮助一位从山区走出来的漂亮姑娘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掌声有请王玲 全村五千人 她是唯一的硕士 缘和从河南来到海南 当年我倒是来海南创业 我也来了 不走了 学音乐的她 现在生产的东西都跟槟榔有关 我爱唱歌 爱槟榔 也希望找个人来爱 过来过来王玲 这个人还没见呢 上来先发喜糖 因为着急想嫁出去 你看这个头 你看这气质 过奖 过奖 真没对象 真没对象 大学也没谈过 没有 那大学都干啥了 因为要做一些勤工俭学的一些活动 然后平常自己还组织一些演出 就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然后父母当时也让好好学习 不让谈恋爱 勤工俭学 对 搁置了 勤工俭学都做什么 能赚钱吗 当然可以啊 挣了多少钱呢 从本课到研究生 七年时间 六十万 上学就能赚六十万 王玲带来了一个箱子 里面呢 装着他的秘密 我们稍后打开 在此之前呢 我们万宁的小伙子们 带来了更多的箱子 想不想看看他们 想 来 掌声有请 四位小伙子带来了一些箱子 第一轮箱子 看完之后 你要从中淘汰一个 对 那个小伙子就会被淘汰 好 第一个箱子里的秘密 客户经理 安装电话 走遍万宁 这就是他亲笔写的字 挺好 安装电话 这以后当老公了 还可以给家里面 修修电器什么的是吧 那就是当老公之后 家里就楼上楼下 到处都是电话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箱子里的秘密 来 哇 镇团干事啊 发明赛车 全国冠军 我内心很澎湃 因为我喜欢赛车 但是不会开啊 我希望对方将来 能够带着我去赛车 那把赛车给你 你就别找老公了呗 那不行 还得找老公啊 来 我们来看看 第三个箱子里的秘密 来 科普导游 熟识植物 两千多种 哇 这个以后 你看我发现 他写的字就像植物一样 自如其人 人家说 看他像谁 这字确实写得有点 像您那边歪了 主要你那边风太大了 所以就这样 这就是他的字 熟识植物两千多种 将来要是一起去留的话 可能我能学到很多知识 他随便就会告诉你 这是什么花 这是什么草 对对对 你会告诉他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我会的 他们四个人当中的一个 这个也很累 再来看看 第四个箱子里的秘密 来 中学老师 书画大赛 全国赢奖 这个字真好 我就喜欢字 就喜欢字 人就算了 人也不能算 人也不能算 这个字真真不一样 你看 对 这一看就是学过书法的 你要从这四个当中 淘汰掉一个 对应的小伙子就要走开 我还得想一想 你还得想一想 不要紧 听一听我们现场的 万宁的父老乡亲 怎么说 给你提供来参考 正常但不好 他是这一个 好那个发明赛车呀 首先他很有勇气 再一个他很聪明 正常但是不好 研究赛车很危险 不认识啊 要是科务经理好 所以这个稳重 有爱心 肯定将来挺爱老同孩子的 他招电话 天天太辛苦 不招家 不能帮你带宝宝 不对 他招电话也是过多 花个小时 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家庭生活 我觉得还是老师 老师可以凭高级 高级六七千块钱一个月 老师嘛 还有假期 有稳定的收拾 哦对 这个倒是很诱人 你复发这些 现在还可以挣旺快啊 将来一货这儿 就能卖好几万 对对对 当凭这一点 钱还不是大事情 说法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 留方案是 葛大叔你说的不对 如果没有这小男孩子 下到乡村安装电话的话 你今天能有那么方便 跟家人联系吗 因为我们手机多的 没有用电话 谁带电话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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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都没有 没带电话过来 谁带电话过来 都在手机 葛林 你今天的亲友团 也来到现场了 是不是 对 有妈妈 有阿姨 有舅舅 听听你妈什么意见 她刚选了老师吧 老师吧 就是有点文明 讲点文明 哦 其他的都不大文明 爱护小孩子 爱护小孩子 现场的父老乡亲 有没有想发表意见的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 教师 教书于人 十年树母 百年树人 想要淘汰哪一个呢 你觉得 淘汰哪一个呢 我就不知道了 现场啊 父老乡亲 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包括家人的 也给你提供了建议 但都是你的参考 最终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是的 王林 现在请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对应的小伙子就会被淘汰 哇 过来过来 王林 很多人啊 都觉得你应该找老师 包括你妈 结果呢 你上去就把教师先给扣上了 因为本身我是音乐硕士 我觉得一个家庭中 有一个人有艺术细胞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觉得 希望找点 有点差异的 对 对比大一点的 对比大一点的 比如赛车啊什么的 对应的小伙子就要被淘汰了 为了保留一点悬念 我们先来看看 客户经理 安装电话 走遍万宁 是哪位小伙子 美丽专装的车间主任通过盲选 在客户经理 安装电话 走遍万宁 中西老师 术华大赛 全国赢奖 科普导游 舒适职务2000多种 正团干事 发明赛车 全国冠军中 淘汰了中西老师 术华大赛 全国赢奖 谁将首先遭到淘汰呢 小伙子们剩余的箱子 女嘉宾箱子里的秘密 又会是什么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 香烟海南万宁市 好戏还在继续 客户经理 安装电话 走遍万宁 是哪位小伙子 好帅啊 是挺帅的 陈小刚 我觉得你俩 还有一点夫妻像呢 真的很像吗 站在一块很般配的那种感觉 要么我们俩站一起试试 你俩站一起试一试啊 很般配的感觉 哎呦好 这家伙 来来来 他好像有些害羞耶 我看你过于大方 他是害羞 做一下自我介绍来 大家好 我叫陈小刚 今年二十五了 是万宁移动公司 客户经理 负责推广电话业务 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他的工作 那就是装电话 我们经常会下乡 给老乡装电话 还会设点普及通讯知识 看到身边的朋友 出双入队 这位年轻的客户经理 心里也极呀 羡慕 很羡慕 这个客户经理 走遍万宁啊 对 十二个乡镇 然后 一千六百五十八个自然村 你觉得我们王林咋样 水灵灵跟她的名字一样 谢谢 昨晚我就非常期待啊 谢谢 一般的村里 见不着这样的是不是 实在见不着 小路乱撞了已经是不是 心都快出来了 小哥 哎呀 哥帮你做主 好 别着急 希望你今天能够如愿以偿 来 我们来看看 正团干事 发明赛车 全国冠军 是哪位小伙子 哇 我觉得他长的那个感觉 就挺像团干部的那种感觉 很阳光 很朝气 而且 我一看就像有过赛车经验的 而且是我们老肖家的 咱走个后门 你你你多照顾照顾他 这事真照顾不了 真照顾不了哈 对 亲友团也来到现场了 是不是 有到了 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来 大家好 我叫肖世龙 今年24岁了 是一名正团干事 现在主要负责农民公司 你帮服务工作 以及社区自愿服务工作 各位乡亲父老们 家里需要清洁的 来扫阿龙 阿龙给你们提供 自愿服务 好不好 她的家住有三万棵檳榔树 这些都是我爸妈的 她不属于我 在正团委工作的她 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好 很少有人知道 但我相信未来的她 一定很喜欢 是你自己发明赛车 对 是的 自己造的 是这个造的 连螺丝钉都是你自己造的 这个需要买 这是标准件 但是这车是你自己造的 对 从发动机到整个车架 整个车身 整个零部件 都是这个造的 那个车能开到现场来 让我们瞧一瞧吗 没问题 这就是你发明的赛车 是不是 对 是我设计的 我发明的 用了多长时间 足足九个月 制作呢 制作花了三个月 整个下来花了一年的时间 获了什么冠军 今年获了全国大学生 方程式其他大赛 全国一等奖 这个车 在路上跑的话 最快时速能达到多少 我要跑的话 可以把它开到160 这车能带人吗 只有你一个人能做 不是 我是希望 阿龙能够 开着这赛车带着我 你能不能再发明 一个俩座的赛车 没问题 只要你提出要求 我都可以发 真的很棒啊 要啥赛车 要啥赛车 我是来选人的 这车 如果你选我 我就送给你 真的吗 那我们要考虑考虑 你有本事 你说一说 你不选我 我都送给你 这个来 请工作人员 把这个赛车开一下 如果你选它 就会有一辆赛车 他还说要造一辆 这个两个人做的赛车 这个也很好吃的 来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 科普导游 熟食植物 两千多种 是哪个小伙子 大家好 我叫林云志 今年22岁 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 科普导游 很少有他不认识的植物 我们家祖孙三代 都是在植物园里工作 一草一木 是他工作的全部 他也因此熟悉那些植物的特性 植物园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希望有机会 能讲给你听 现在让你用一个植物 来形容一下我们王林 你觉得会是什么植物 我觉得至少是个处长 什么植物 它是我心中的樱花 樱花像血一样柔情 像血一样灿烂 你懂植物是不是 对 比如比较恐怖的植物 都有什么 说到恐怖的植物的话 就要说到技型的猪龙草 还有我们海南的见血风猴 像我们普通知道的猪龙草 一般也就是吃着小蚊子 吃着小餐饮 但我说的技型猪龙草 它吃的可是技型的老鼠 见血风猴 它是我们海南的民宿 这种植物的话 我们用小刀子 给它割上一刀 它就会流出乳白色的胶叶 这种胶叶只要抹到流血的地方 它就会中毒 中毒以后 二十分钟到两个小时就伤命了 无药可解 人称叫做想不开特别快 可爱的植物有什么 有我们熟知的寒羞草 触碰了就会害羞的 还有跳舞草 只要周围的温度达到二十五度 人的音量达到七十分费 它里面的小叶子就会舞动起来 只要有这个声音 对 没错 它的叶子就能跳舞 对 好可爱 还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植物 不一样的植物 那就要说我们研究所里的神秘果 这种果实你只要吃了以后 您再吃任何的酸性食物的话 都可以变成甜的 改变人的味觉 还有九屎黄魂草 这个名字听起来挺霸气的 这种植物的话 它的抗寒能力非常的强 它在没有水分的情况下 可以处于一种冰死状态 只要给它一点点的水分 它就能复活过来 你要用一种植物来形容你自己 我觉得我是黄蝉 我们海南特有的一种黄蝉花 它被我们海南称之为好男人花 最好的都往自己身上弄 你觉得要用一种植物来形容我 我会是什么植物 你是牧棉树 黄蝉树是形容女性的 这是我很娘们的意思 黄蝉树吧 它在普通的树林里面 它可以达到百来一年以上 这种树的话是一种前辈的象征 前辈的象征 就是我岁数大了 咱们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了 最后一位 就是我们第一轮被淘汰的小伙子 中学老师 书画大赛 全国赢奖 大家好 我叫纪海龙 今年26岁 是南侠初级中学的美术教师 太帅 一个乡镇的中学老师 却能在全国的树化大赛上获得赢奖 可他自己却总是这样评价自己 这没啥 没啥 真的没啥 年轻又低调的他 这一次却是一犯常态 前来相亲 眼看奔山了 再低调 没机会啊 让我们看看你的书画作品 专门为我们相约栏目 为萧老师 我来过对礼 上连是青山绿水 真秀舍 万物宁静 下连是万水千山 筑雀桥 相间约缘 又有万宁 又有相约 还有雀桥 雀桥上却没你了兄弟 这写的是真漂亮 您的字很流畅 您很有才华 只不过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有自己内心的一个需求 非常抱歉 别哭了 要哭咱也下去自己泼沫哭 很抱歉 小伙子 不得不离开了 来 谢谢大家 第一个被淘汰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但是能上相约这样的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栏目组 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是一个机遇 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 理解我 说不定我的缘分就在下一刻 接下来 王林要打开场上的三个箱子 规则依旧是从中淘汰掉一个 对应的小伙子就会被淘汰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箱子的秘密 方向变不清 认路很困难 就是路痴的意思 对 我方向感很强的 你方向感很强 对 他的人生找到你就有了方向了 对呀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箱子里的秘密 宠物有八种 其中有乌鸦 居然还有乌鸦这种宠物啊 乌鸦这种宠物挺可爱的 你也养过吗 我没养过 我也不大敢养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箱子里的秘密 每天下班前必须删短信 这个是不是有外遇啊 不是他连你还没遇上呢 是不是心里有鬼 或者是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秘密 不一定有鬼 但肯定是有个女鬼 反正这是他的习惯 还是听一听我们现场的父老乡亲 怎么说 来 我觉得删短信还是蛮好的 也许他只是为了一个职业道德 为了不让自己商业机密外路 删短信呢 他要是不从事有机密的这个职业呢 也许是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啊 这样做的话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这个转信啊 既然双方有信了 回家就可以都可以看了 因为有些有的转信呢 不是说谁都能够看 你的转信是不是下班前都要删 都删 心里有鬼 心里有鬼 女鬼 不 心里有人 绝对不是有鬼 有人有在家那人 这个大叔不但家里有人 而且家外还有人 要不然他绝对不会删转信 是吧 像我们哪手机有机 我们就光明磊落 放在那里台面上 给他充电 这大叔请问他敢吗 他在外面充电 必须要把短信给删了 而且看了又看 才敢充电 男系同胞们 你们谁没有删短信啊 我都没有删短信 我没有删短信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你养过乌鸦吗 那我看不见人养乌鸦 乌鸦 你下班 你对小乌鸦 他妈妈说你提行 你回来了 女主人 那是八哥吧 你认错了 还是有问题 他一整天都跟乌鸦 过了 太理你吗 我认为养乌鸦好 因为体现这个小男孩 还有爱心 养乌鸦 固然没错 但是养八种宠物 谁搞卫生啊 你带八种宠物出去 你回头力肯定很高 姑娘 从个父老乡亲们的意见 还要重新家里的亲友 我偷看那个 叫沙大姓 他的姓不正派 他是出轨了吧 他是出轨 不老实 他出轨 他还没入轨呢 就出轨了 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感觉 关掉其中的一个箱子 这回跟你妈想法是一致的了 对 为什么 我认为走进婚姻殿堂的话 首先信任是第一要素 假如他仅仅是一个习惯呢 我接受不了这种习惯 你一定要知道 短信放在那里 你能够看到 我觉得没必要删嘛 坦荡荡 无所谓了 我看你现在就好像生气了 这样子 没有啊 我有生气吗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方向变不清 认路很困难 是哪个小伙子 方向变不清 认路很困难 是哪个小伙子 方向变不清 不怕大家笑话好 我到初中的时候 才分清楚 左和右 到现在的话 还分不清 东南西北 北在哪儿 这边吧 我觉得他认的方向 认得很准的 你看你往这一站 他就往这指 你要往那站 他就说北在那边 你就是他的北 不是你的北 是的 那个左右这回分清了 加一分清了 伸出你的左手 脉右腿 摸左耳朵 眨右眼 咋错了 这是左眼 认路困难 靠什么认路回家呢 在我们海南 还是有办法的 我们海南 最多的是什么 椰子 因为我们是学植物的嘛 所以植物的话 比较敏感一些 所以对椰子的结构 是最了解的 所以说你靠椰子来认路 对 没错 如果到了一个 没有椰子的地方 那就没办法了 要不被人带出去 要不带个人出去吧 那在没有他之前 你都带谁出去呢 我妈吧 算你回答的 还是比较机智吗 我们接下来看看 宠物有八种 其中有乌鸦 是哪个小伙子 看不出来啊 你挺忙啊 都有什么宠物 猫狗 井冠鱼 荷兰鼠 乌鸦 总共有三十多只呢 为什么要养乌鸦呢 感觉乌鸦特别的犀利 特别的犀利 特别的帅 特别像我 夏老师你要不要看一下乌鸦 你带来了 带来了 有请乌鸦 哎 这个乌鸦也挺好看的嘛 你好 不会讲话吧 你好 这些人多他却惨了 哎呀 他这样在卓我 谁漂亮卓谁 是不是啊 跟你听 要不您试试 我试试 你看 哎 真不多了 哎 而且不 哎呦 来了 养了多长时间了 三年了 他会说话吗 平时在家儿会说 阿爸 阿爸的叫 还会叫宝贝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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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反应 人多脸红了 不敢叫的 脸红了 他脸永远是黑的 我看着 养乌鸦会给你发明赛车 提供灵感是吗 对 有了这些宠物 你就能发明出赛车来 对 那有了老婆 你能发明出什么了呢 两个坐了赛车 我觉得是有了老婆之后 应该发明出一个孩子来 我们最后来看一看 删短信的这位小伙子 站起来跟大家伙 解释一下 对 小老师 这是我常年来 一直有的习惯 首先呢 第一个 我觉得个人的隐私 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放手机上面的话 非常的不安全 放到上面 你是不是在短信上 吃过什么亏 这个也是有的 同事喜欢跟我开玩笑 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女朋友会 经常拿这些短信 来生我的气 就是下班前几点钟开始删 一下班 六点钟下班 直接就删 吃饭都不吃 先删短信 不删短信 吃不下饭去 是不是 也睡不着觉 小老师您听过 曾经有位著名作家说过吗 还有理论呢 你看 说啊 天底下最痛苦的事情 叫做什么吗 就是短信被别人看到 错 短信没删完 手机倒丢了 哈哈 你那个QQ啊 什么微信啊 这些 也都 也都会删 对 对 这个都会删 您删吗 我都是搞情报工作的 那个 动奖的短信 会不会删掉啊 留着 必须的 我关心的是如果将来的对方的那一半 假如他会很介意你这个行为 那我也 听他的 听他的删不删呢 不删 但处在一起久了之后 他肯定也不记起来了 那时候我会悄悄的删 还是删 坚持 坚持我这个习惯 还是删 坚持你的习惯 对 我觉得人必须要坚持 那你就坚持吧 然后他要把你删了 你不得不离开了 在场的观众 有按电话可以找我 谢谢 他不忘了给自己做一下广告 下班前 三短信 这个可能是我 个人的习惯 但并不代表我对 对方的不信任 我的预测就是 林英志 可能会被遗憾的淘汰 因为我发现 美嘉宾王林呢 他非常喜欢 肖世龙的赛车 接下来 我们要看一看 最后两个大箱子的秘密 女友无措 是信仰 这个好 女友永远是无措的 女友永远都是无措的 是一种信仰 请两位小伙子 分别站在自己的 箱子的旁边 女友无措是信仰 解释一下 我觉得吧 每一个人都会有错 如果一个男人 他没有 也无法 原谅 或者是承担起 自己女友 或者是妻子的错的话 他又凭什么被 女人称之为男人呢 那如果你发现 他手机上有暧昧短信 我觉得吧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 幸福的权利 如果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幸福 那是我的错 你真这么想 对 那你发现 他不孝顺父母 这个吧 我希望他能孝顺父母 如果他在家里面受了委屈的话 他可以回家向我发 我会包容他 真有这样的人 他说的挺感动的 我觉得挺感人的 但是你看你说的挺好 口说无凭啊 我想请在场的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向我做个证明 我承诺 用我的一生 守护我的妻子 她所有的错 和她所有的泪水 她就是我的一片天 好感动啊 看看世龙乡这里的秘密 想不开始就自残 我看上去好像没残哪 能不能解释一下 在这个感到有压力的时候 我会飙车或者是 探烟头这种行为 来自我惩罚或者是解压 烫烟头 对是的 往哪烫 往全身烫 你不会烫自己吗 他就是要烫自己 那结婚之后会不会 烫另一半呢 您放心 我只会往自个身上扎的 不会扎您 为什么会自讨 因为我不想伤害对方 我会选择一个 自我了结的一个方式 自我了结 因为我想保护对方 是吧 你都了结了 怎么保护我 每个人都有一个 自我解压的一种方式 就有压力的时候 你会这样做 对是的 烫的烟头在那 我能看一看吗 人太多不好意思 害羞 你就说你最近的一次 烫烟头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四年前了吧 一般四年轮一回 是不是 因为什么事情 是在学校 就是进行赛车设计的时候 那时候压力非常大 我是一个 就是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不容易自己犯错误 当犯错误的时候 我也会采取这种方式来 以视为犯错误的一个标记 爸爸妈妈知道吗 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爸爸妈妈今天来了是不是 对 有过来的 他有这样的行为 你们二老不知道 对不对 从来不知道 那你想对儿子说些什么 这样的毛病以后自己改 不能这样聚餐 你知道吗 要得要得 这个兄弟啊 我很担心你 要学会爱护自己 才能够爱护别人 是的 就是这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一个方式 我希望就是通过 咱们这个栏目主 也把我这个心思表达一下 就是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压力 我希望大家就是找到一个 能够更合理的一个解业的方式 来 现场的父老乡亲 参与一下选择 来 那个资产真不好 太极端了 以后生活整天提醒吊打 你不小心 他现在的爸缺点告诉你 证明是他有勇气 所以说他是一种发泄 这个压力的一种方式 这样了他有这种宣泄方法 他就不会把压力 发泄到你的身上和家人身上了 每天都有压力 你一有压力 你就自材了 来宣泄一次好不好 不是在床宣泄 对吧 小伙子改了 改了 现在就没有自残了 自残就是不好 他会走极端 他的自残是有控制的 他说你也有 他爱你 这是一个温柔的陷阱 美丽的谎言 你千万不能听 包容这个淘汰他 他方向人不听 相比较而言 想不开始就自残 还是可以包容的 人家可以 他心里的杨脏东西都说出来了 所以他 他人很幸 杨脏的东西 就是说他还是比较直白的 他比较直白的 我们老肖家的人都是这样 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要发表意见的 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残 否则的话 你的家庭就不完全了 谢谢大家 现在还要参考一下 我们现场观众的意见 我们当地的父老乡亲 会用咱们当地特产 冰榔来参与选择 有请咱们海南万宁 冰榔产业局局长 蔡正学 也借这个机会 来介绍介绍 咱们当地的冰榔产业 来有请 我们万年 是有丰富的资源 我们获得了 世界松浪圣地 中国冰榔之江 世界长寿之江 中国长寿之江 四大棉片 这都是我们万年的荣耀 我们万年人的努力的结果 冰榔 所以我们万年 是一个很大的散业 现在我们的种植民值 已经达到了五十六万亩 占了整个海南 冰南的半壁江山 我们的赏量 是达到了二十五万冬一年 我们的赏值 是达到了十个亿 现在 盲林 到了你自己 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走上前去 关掉 其中的一个箱子 对应 这小伙子就会被淘汰 就找对象呢 要看俩人合不合 啥叫合呀 说白了 就是心动 这心一动 啥毛病都成了命中注定 观念碰撞 说真话 承相雀桥 看相约 你很优秀 很喜欢你的赛车 也很喜欢你的宠物 更喜欢你的乌鸦 可是我觉得 我们不是一路人 抱歉 很抱歉 世龙 不得不离开了 可能女嘉宾 对我所说的自残 会很在意 但是我想 我有责任 跟义务 把这个告诉她 当然这个是 以前的一个方式 现在已经没有的 这个方式 来 两位 接下来啊 我们要开启 王林的大箱子 女嘉宾王林通过盲选 第一轮淘汰了 中西老师 书画大赛 全国赢奖 第二轮淘汰了 每天下班前 必须删断信 第三轮淘汰了 想不开时 就自残 最终双方 能否约会 相约 海南万宁市 广告过后 见分享 成林 箱子里是怎样的秘密 来 生活必须很节俭 上学的时候 勤工俭学 不就挣了六十万吗 我这个节俭呢 是有一段 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爸爸他事业上 就是遭遇了一个低谷 当时呢 我们家就是 背了上百万的债吧 那时候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跟姐姐妹妹 就是特别 每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过关 特别怕工人来要账 工人在外面要账的时候 当时我们姐妹三个 就手拉手 躲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 内心特别害怕 就是祈求工人能够 心平气和的离开 我们一定会把账还上 从那时候节俭 在我内心就扎根了 我来问问 王宁的妈妈 来 这是真事 她都怎么节俭 你能不能给我举两个例子 高中的时候 特别住校了 没一生以后 就给她二十二块钱生活费 太节省了 家里没钱 她需要吃 吃了她家身就吃 她买甜的 她买贵饭 家里没钱吧 过年就不买衣裳 现在节俭怎么节俭 现在我认为不该浪费的 还是不能浪费 在我选择对象 这个以后的生活中 她必须做到三步 不打地 不剩饭 不买零食 这都不是事吧 现在该到你们两个人 做最后选择的时候了 分别走到我们的水晶球的两边 一人拿上一个遥控器 如果两个人都按下了遥控器 我们的水晶球就会闪亮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按 那么我们的水晶球就不会亮 约会就会失败 在决定之前 我代表栏目组呢 有礼物送给你们两个人 来 无论你们选择 还是不选择 价值两万二的金大福 玫瑰金的钻戒 一人一枚 假如在一年之内 能够登记结婚的话 将会得到很省油的开锐微车一辆 还将得到贵州金沙酒业 赠送的喜酒一百瓶 该你们做选择的时候 当然不要为了酒去选择 来 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跟我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好遗憾 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 没有按下遥控器 不过不要紧 我相信你们 可以成为朋友 而且以后呢 还会有机会 请记住 人人都有秘密 关键是为了赢得爱的机会 你能接受多少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就是这样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你按了吗 我没有按 不好意思 我也没按 那你为什么没按呢 因为我觉得 跟我理想中的目标 还差那么一点点 谢谢 我吧 主要是可能对自己 还不是那么有信心 就是说有一句话说的好 拿起了就要负责 可能现在的年龄段来说 可能还不太成熟吧 还觉得自己拿不起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好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